一回里面的虾膏都淹透了 而且还意外的收获了糖心虾膏 你们看我在上海发现了啥 举行皮皮虾 我不去找他 他们过来找我了 看来几个月没见 他们对我还挺想念 但是作为动道主 这次太过虾的中国行 咱必须拿出点高水平 先给他们整点喝的解解法 不是 说好的解法这咋还越喝越兴奋了 你们看 大哥肯定是喝到位了 要握起坐整的嘎嘎标准 正当我以为快要结束的时候 原来人家是热身 这又链上勾拳了 更夸张的是我刚要劝架 人家俩人握上手了 原来还是场友谊赛 此情此景 我高低的整一句 小毛配上皮皮虾 下一句你们了 这次既然在上海 那咱也给他们换换口味 让他们感受一下醉屑的料汁 搅拌均匀之后 把皮皮虾放进去 进冰箱冷藏腌制八小时 时间差不完 我可能是招待的有点狠了 这把腌的有点黑啊 不过你们看 这回里面的虾膏都腌透了 而且还意外的收获了糖心虾膏 这看起来还挺诱人 我先来一口 我是狗爷啊朋友们 这虾膏吃起来太爽了 而且你别说 醉屑的料汁跟皮皮虾还挺搭 口味偏甜 还有点淡淡的化霉香 就是这酒窝可能放多了 感觉有点上头啊 对了 你们还想看为了啥 评论区告诉我